最近,雅加达亚运会刚刚结束,中国的男男和女男,都取得了金牌的好成绩,而距离中国男女男夺金,不到12小时的时间,姚明已经出现在了北京的机场上,引起网友关注的是姚明并没有同男男一起回来,而是自己一个人替着旅行箱。 旁边有一位应该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在接姚明,见到有记者在等候,姚明也深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,亲切的同大家打招呼。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姚明一脸疲惫的样子,亚运会上姚明确实为中国篮球出力不少,为了能够更加了解对手的实力,姚明凡是在篮球比赛上从没有落下过,当然也被网友拍到了各种表情包。 然而比较有意思的是记者在机场拍摄的姚明照片,却让旁边的那一位空姐,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因为首先从照片上看,身材非常的高长,而从她站在姚明身边的比例来看,她的身高至少也能达到一米八。 当然我们的姚明肯定还是主角,有求你看到姚明一脸疲惫的样子表示,想要号召其他球迷,大家一起募军一点钱,给姚明买一个T恤刀。 却是姚明出席亚加达运动会,已经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,而在这一段时间里,可能是由于每日的任务繁荣,因此没有时间来刮一下胡子。 又或者是这次出门姚明忘了代替须刀,总结姚明的胡子是长得格外引人瞩目,因此才会有了网友这么一说,红蓝双国家队体制,经过这次亚运会的洗礼开始,初见成效,随着中国南蓝比赛的结束,全场在庆幸胜利,的同时高呼姚明的名字。 为什么那么多的观众都喜欢姚明这个人,实力肯定是一部分,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姚明没有那么高的架子,给球迷非常亲切的感觉,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